第二阶段刚回来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 当球运动率是达到了72% 所以对于北控来说的话 今天攻防两端 现在做的都还非常不错 而且他们的大杀戏约色不扬 下半场的比赛刚回来 现在送上一次试试 还没等表扬 但是还是要表扬的 前两节比赛约色不扬是拿下了16分 而且是带领了一场球团的几分 总是说第三节比赛 这场比赛也为了一次试试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游戏 都没有问题 张帆这边也是一次上篮命中 张帆今天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 这节比赛只是张帆的三分语 并且限制住了亚当斯 攻防两端 张帆也是贡献量多 所以比赛回来之后 在下半场比赛 攻防能后续继续坚持好 教练的后数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三分球还是不中 王庆平前两节比赛拿下了9分 也已经是青岛这一边 最多的球员了 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 青岛之所以今天上半场比赛 现在进攻没有打开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当斯的发挥不理想 今天亚当斯现在目前为止 也只得到了4分 而且进攻的失误 包括三分球六投零中 现在都是让球迷们比较着急的 2分 2分全中之后 比分依旧还是21分的分差 59比38 那么第三节比赛回来之后的话 现在青岛队的主帅 吴庆龙吴之佬是并没有着急 拿上亚当斯 依旧还是让斯蒂马克在场上打 同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也是看到了大版元约翰逊 约翰逊第一阶段的比赛是因为 合战检测呈阳性没有打 而第二阶段的比赛 约翰逊现在已经是完成了注册 但是今天依旧还是没有参加比赛 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 应该还是要去和球队进行下模仿和状态上的调整 李远翰这边又在约翰逊的身上赔上了一次犯规 就是张帆 三分球依旧还是保持着非常火热的手感 张帆今天是命中的第四季三分 第一节比赛张帆有一个四连中 但是第四个球是被算作了一个长两分 彩限了 那么这一季是张帆命中的第四季三分球 王尔杰这球扑出去来 五星龙是选择向内线突破 而造成了于长洞的方法犯规 大家看一下 张帆这一次接球就投 投得非常坚决 伐篮也不中 这样的话青岛现在是陷入到了很大的麻烦 这个赛季青岛在阵容上面经历了不小的变化 宅毅和焦海龙两名主力队员是离队了 另外就是二年级生王瑞泽是长期商缺 加上大外援约翰逊第一阶段也没有打 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一个局面的情况之下 青岛国线海天是创球队记录的四连胜开局 而且第一阶段打完之后还在第五位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 那对于青岛的球迷来说的话是有了很高的期待 但是更高的期待也会有很高的压力 今天第二阶段回来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青岛完全没有找到节奏 回过头来约瑟浮扬又命中一季三分 现在分差已经有26分了65比39 约瑟浮扬今天是神等杀神佛等杀佛 挡不住了 立马克这边中距离也不重 张帆这边看看三分 张帆今天三分终于断了一个 这球其实应该是青岛的后场球啊 果然改叛了 最后还是碰到了余承东的 中时间 吹发的余长洞的推人犯规 内线方面的话 其实现在北控这边啊 老马是车轮战 余长洞孙同林 甚至是王少杰 也有的时候需要打到五号位 三人轮转 来消耗青岛队的内线 打到目前来说的话 这样的一个战术 现在看起来还是成功的 让刘传星是第二节比赛 背成了三次犯规 现在斯蒂马克这边 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来进攻得分 再就是今天北控队的外线超神啊 不知道依旧还是没有拿上亚当斯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 在没有亚当斯的情况之下 青岛队现在自己还是没有办法 打开进攻局面 王少杰自己的突破 一场动 连续的前场篮板 这球还是给了前场球 王少杰呢 还是要增强自己的中阶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王少杰他的进攻手段是非常多的 无论是自己的中距离投篮也好 甚至是有三分啊 今天少杰也是进了一个三分 但是几次啊 估计来之后 最后这个上篮 手指舔篮的这一下差了一点 看外线再次出手三分 今天是谁投谁中啊 侯一反好瞧 差距已经是 马上上30了 好瞧 丁马克这边马上还了一个 今天北空这边命中率太高了 所以说对于青岛来说的话 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看看约瑟福阳 高难度也中 30分分差 71比41 约瑟福阳第三节比赛 命中两击三分 再次开启杀身模式 对 对 前上篮板抢下来 面对两个人包夹把球分出 张成宇中距离不重 看着约瑟福阳转换 分过来 上番没有出手 则也很坚决 再次造成防守犯规 北空这边今天进攻端 怎么打怎么有 现在30分的分差 如果青岛队再不想办法的话 可能就要过早的进入到垃圾时间了 约瑟福阳是本赛季进来到北空队 但是由于约瑟福阳之前在南京队的时候 打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CBA的赛场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说约瑟福阳无论是到哪支球队 都可以去无缝衔接的 今天其实很多球运朋友们是在等着看杨和亚当斯 两个人的得分对标 但是非常遗憾 亚当斯今天状态不好 而且第三届比赛现在已经是被 吴兴隆知道是放在板凳上 三分球出手也是偏的离谱啊 也就吹了针球之后是青岛队的球权 今天青岛队的发挥和第一阶段的常规赛 现在完全像是两支球队啊 所以说能够理解青岛队的球迷现在会比较着急 再加上亚当斯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差 所以说现在在得分方面 还是显得比较困难的 杨又是个人得分 漂亮 杨到目前为止的话 应该就头丢了一个球啊 手感太好了今天 斯蒂马克 这就强行的进攻 看看最后应该是 吹了脚踢球 还是北控的球权 这就是北控今天是三个内线脚杀 三个内线脚杀斯蒂马克 于长东 王少杰 孙同林 三个人是轮流的去防守斯蒂马克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比赛 北控队依旧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么确实可以让人有更多的期待啊 要知道现在孙悦还没回来呢 杨又突进来了好桥 第十五 六比四十三 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三十三分 第三节比赛已经打到了六分五十四秒 现在 青岛队的得分依旧还没有上到五十 这和之前青岛队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火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阶段青岛队场均能有106.2分 是排在联盟第五位的 虽然说防守是排在联盟第十 青岛队的防守确实不是特别好 但是在进攻端的话 按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亚当斯依赖症 这个症结的话还是需要尽快的解决 好 进入到暂停时间 来看一看无知老给球队布置怎样的战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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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好 比赛回来依旧还是没有拿上亚当斯 他进到这边回来之后拿上刘传星 现在是刘传星和斯尼玛克两个人双塔 要保证内线的进攻 但是可惜了 三分球是直接出界 斯尼玛克和刘传星两个人打双塔的话 现在是首先在篮板方面是可以有保证的 而且在内线进攻端的话 是否要更多的去尝试去打内线 但是对于青岛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看看是否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确实防守的犯规 青岛今天现在整体感觉确实 攻防两端节奏都不好 这次的球险线又被断掉 这次的球险线又被断掉 转回来之后看看三分线的出手还是不中啊 今天三分球的命中率太低了 背空这边是控制一下节奏 扎进来好球 王少杰 漂亮 现在也是掌球的时间啊 打笔分的领先也要增长一下自己的得分的能力 增长一下自信 上篮也不近 今天现在青岛这边确实感觉运气也差了一点儿 不够好在啊 抢下前场篮板 打成一个二加一 青岛是本肩棋球坏了 北京本肩勇士的前轻坏了 上位啊 都不站嘞 加油 你放这个 我放我吧 两位 看这下 打成二加一之后依旧还是有着三十二分的分差 现在对于青岛来说的话 还是要尽快找回自己进攻的感觉和节奏来 对象说亚当斯不在场上吧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依赖这家当斯 现在这样的一个球员配置的话 其实也是有自己得分的方式的 毕竟两大内线啊 鲁克来这边换上了哈里森 哈里森第一次三分九出手不中 看上篮板抢下来之后 两次三分出手都没有能够命中 北京这边是再拿上孙同林 现在是孙同林和王少杰的这样的一个搭档 放手对方的双塔 斯蒂玛克拉到外围 流传星在内线 这球是利用流传星在内线的一个牵制 来进行突破 但是快速的转换侯一番要打成 内线遭杀伤 现在也是 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攻了 好 走 清晨五千块钱进行换队 好 换来之 出锥 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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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 上回 偏了 转过来之后看看李伟汉 护起来之后分到左侧底角 三分球命中好球赵大鹏 这是第三节比赛啊 青岛队命中的第一季三分球 上番 晃动之后再把球分给 曾东林 曾东林这球再找王少杰 两个人之间是配合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 掩护之后看看赵大鹏 这球再分出来SB马克的外线 出手一季三分 这球短了 前场南板拉到 外线三分球进 这样的话是能分差缩小的26分 老马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还命中这季三分之后 现在比分是80比54 这段时间的话刘川兴和斯蒂马克两个人 两个内线高塔 现在主要的就是需要保证篮板 进攻一旦打不成的话 也有强进步篮板的机会 而防守端的话也要给对手去制造威慑 但是呢 北空队这段时间的话 看到你内线站着双塔 那么我不跟你打阵地的进攻 我给你拼转换 对老马呢 今天在进攻端 确实要打得更聪明一些 我给你拼转换 好 暂停回来 跟老队连了5分之后 是老马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依旧还是手握着 26分的领先优势 这场比赛基本上大局一定 但更多的还是要看看两个球队 这次团切 手得非常好 里根这一次切进来 二加一打成 所以现在北控队的球员们 现在都是非常放松 看着大家都是脸上笑呵呵的在打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夸王少杰的地方 他的这种特应能力 也是非常出色的 空间形的四号位球员 就是需要能够自己 拉出来这样的一个空间 有中远距离的投篮的能力 也有向里面去突破的能力 同时也能够去做这种侧影 传出这种好球 但是王少杰还是需要增加的 就是自己的终结能力 这还是一支更古无变的一个特敌 来 王少杰前场篮板抢下来 哈里森四界多一个 篮板再次抢到 在双塔头上连抢了两个前场篮板 非常不错 平脑这边推起反击来 看斯蒂马克外线三分 中了 好巧斯蒂马克命中了 今天的第一季三分 对群岛来说的话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进攻 需要续上 不能说是时有时乎的 离根要位没有要到 上线给王子瑞的掩护 王子瑞这球想上反篮啊 结结实实被冒下来 这球太勉强了 看林伟瀚三分再出手 如果这球要再续上的话 估计老马又要叫暂停了 这个时候青岛队 现在是有反忽的气势啊 但是在这个阶段 不知道依旧还是没有拿上亚当斯 所以可能这场比赛 不让亚当斯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防伤一个24秒 青岛队还是进攻端的问题 其实现在进攻端解决不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 青岛队该不该拿回亚当斯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拿回来的话 可能保证他能够有进攻和得分的能力 但是今天亚当斯的状态又不好 但如果不拿回来的话 他现在进攻又没有办法进决 阿里森这阵也命中一个三分 出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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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赛出赛出赛 出赛出赛出赛 拿过亚当斯的话 亚当斯可能又会太过年糗 所以说这现在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拽球哈里森是把球传给了两秒钟之后的自己 通过孙佟林来过渡一下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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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找到哈里森 外线有里根 有王少杰 自己选择后转身的跳投 好球 老马现在对自己的这种外援的配置 而且现在完全掌握了说明书如何去使用 如何去分配时间 现在这场比赛也做得非常好 可以说是在休赛期之间 卫控队应该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功课 而反观青岛队的话 可能在休赛期准备并不是做得很充分的 不能弱侧 低脚 跑球 这球是一个快速凸进来 居家喊打成一个 由于现在落后的太多 这种进攻还是杯水车薪 来看一下场上这一次是怎么个吹法 给了一个双方犯规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慢动作 这是哈里森和许家喊两个人 互相有点顶牛 最后是各打50大板 双方犯规 第三届比赛10秒钟 看一看北控这边最后的一次进攻 给到哈里森 外线三分的出手 这球没中 天长篮板再次抢到 打成 最后打成了一个压哨 这样的话89比60 哈里森也是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天长篮板抢完来之后 自己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勉强的出手 但是依旧还是打成 这样的话第二届比赛尾声 约瑟夫扬一个 第三届比赛